我現在先說好你告訴你 民進黨當年沒有叫做台灣民主黨 因為當時有兩個名字在選 你知道 也是這樣啊 後來挑了民主進步黨 不然我們叫台灣民主黨 現在也叫台民黨 台民黨 對 這樣也很尷尬 你也在叫民主黨 我是覺得說實在 因為前面幾位來賓都非常高手 重要的觀點他們都講完了 是 不過我是覺得郭台銘跟柯文哲要合作 沒有那麼容易 當然柯文哲他是希望跟柯來結盟 對 可是郭台銘也要看你有幾斤幾兩啊 所以他會等8月6號那個創黨的現身大會 看在你身邊是哪些人啊 對啦 所以我就說嘛 他是要增加跟那個什麼 跟郭台銘談判的籌碼嘛 沒有啦 你先聽我講了 你一個人跟一個黨 他那一天出來如果是50個人嘛 對不對 對 如果郭台銘一看說怎麼都這種 有啊今天有鍾小平議員跟徐立信議員 我跟你講如果說創黨大會那一天喔 然後在身邊的人 是郭台銘認為說 so so 那郭台銘你這樣 你覺得這樣是增加籌碼嗎 要有重量級的正式人物 一定要有重量級的代表 要多重要多重 體重120公斤 這我不知道啦 這我不會跟他建議名單 他自己找 他自己找 不過我的意思是說 郭台銘現在都不會講話 他一定會先等8月6號 看你創黨 再看他一個禮拜 看你先現身 然後看你的份量夠不夠 當然你如果有重量級的 那羅伯遠剛剛講的是對的 你就增加籌碼嘛 對啊 可是有可能名單很差啊 那你的籌碼不一定增加喔 這是第一點啦 可是他確實是看到這個機會 因為他自己都有做名料嘛 他怎麼做都是第三嘛 他自己如果要選總統 沒有正當性啊 而且第三名的通常你要去募款 人家也會說 那你爬到第二名再說吧 而且坦白說啦 因為他的基本 有三分之二的盤是偏綠的嘛 是 所以很多人就會說 你是不是要來害小英的 你是要來攪局的 對 比如說像這樣的一個的時候 不論如何 他至少他出來 那麼他就會讓蔡英文跟韓國瑜 逼近 會接近嘛 這個時候很容易就被人家說 你第三名你是來攪局的嗎 來亂的嗎 起碼所以 他對於自己要不要選總統 他非常謹慎 是 可是對於國會這一塊 他就想說 這沒錢嘛 沒錢 沒錢 因為政黨補助的一點沒有的嘛 因為柯的民調一直在維持在20左右 對 這一份民調他還有25 那如果25的話 這席次拿下來 這個政黨補助金不得了 不得了 等一下我們請製作人幫我們說一下 不過我跟你講 他跟郭的合作過程 會相當的複雜啦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郭台銘 因為他都不選總統給郭台銘選啊 沒有 我跟你講 他們兩個路線都一樣嗎 郭台銘在參加國民黨初選的時候 主張過九二共識耶 你認為柯粉可以支持嗎 你說我組了一個叫台灣民眾黨 對 那台灣民眾黨他不可能去主張九二共識嘛 那你裡面有很多柯粉喔 柯粉基本上有一些人對九二共識是非常感冒的 結果你去支持郭台銘選總統 你認為這個不會分裂嗎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一加一喔 我說實在 如果等於一點三就不錯了 一定有很多人會因為這樣跑掉 就是在兩岸的論述當中 當然啊 在台灣主權的部分 也有人支持郭台銘看到他跟柯文哲合的話 也會跑掉 也會跑掉 所以你不要以為 所以不是一加一等於二啦 因為柯裡面有一些藍粉啊 柯這邊有什麼柯粉偏綠嘛 所以等於他的磨合過程 他今天這個記者會想要散兩岸論述嘛 因為他知道這個就是引爆點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對於他呢 有關於兩岸的部分 黨剛怎麼樣他講說兩岸我都是照稿念 然後呢不當兒戲 大概以前講的就是照那樣 那這樣是不是九二公司也在裡面 這個說法其實蠻像韓國瑜在 確定國民黨中央被提名的時候 被問到兩岸政策 他是不是也說 怕死下一題下次再談